牛皮血又被称为银蟹病,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病。 其特征是身上出现一块快异常的片状皮肤,会起泡、发红、发痒或脱卸。 事实上,牛皮血和免疫系统失调有关,患者应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,多活动身体以平衡自体的免疫力。 根据国外网站,T-Health,的报道,虽然目前没有特定的药物可治愈牛皮血,但您可以尝试以下十种居家疗法,帮助减少症状和促进皮肤愈合。 一苹果醋 苹果醋在世界各地都是非常著名的居家疗法,且常被应用于各种传统医学中。 将皮肤浸泡在苹果醋中有助于缓解牛皮血的臊痒。 为了避免皮肤产生刺激感,建议将苹果醋和水以一冒号一混合,然后用它浸泡牛皮血发生的区域。 二,沐浴延长时间用热水冲洗身体可能导致牛皮血恶化。 切记,不要使用过热的水洗澡。 应使用泄盐或死海盐泡澡,这有助于缓解疼痛和臊痒。 在水中加入两杯泄盐或四分之一杯死海盐,然后浸泡约15分钟即可。 三,避免频繁沐浴对于治疗牛皮血,专家建议尽量减少沐浴次数,两到三天内洗澡一次就足够了。 尤其是在冬天,空气干燥时更应该这样做。 另外,想改善牛皮血的话,洗澡后请不要使用毛巾摩擦皮肤,轻轻拍干,再立刻涂抹天然的保湿霜即可。 四,加强保湿牛皮血,患者应尽量保持皮肤湿润,避免干燥。 保持皮肤水分充足有助于恢复皮肤的健康。 使用出榨橄榄油是最为推荐的,可以滴一些在浴缸中泡澡或直接涂抹于皮肤上,帮助滋润皮肤。 五,卢卫卫卫非常适合用来治疗皮肤问题。 卢卫有助于滋养皮肤和头发,舒缓着热感和蚊虫叮咬。 因此,使用卢卫可治疗牛皮血引起的发红和骚痒。 六,奥勒钢葡萄。奥勒钢葡萄已被证实能有效治疗牛皮血,它对于控制牛皮血引起的免疫反应尤其有效。 但如果要使用奥勒钢葡萄,建议您先向医生咨询,因为奥勒钢葡萄可能和其他药物相互作用。 七,茶树油。茶树油对牛皮血有精的治疗效果。 使用茶树油涂抹皮肤可预防感染,并防止皮肤组织损伤。 八,鱼油。鱼油含有三脂肪酸,有助于提高免疫力。 除了食用鱼油,也可以多吃鲑鱼、青鱼和青腔鱼等富含三脂肪酸的鱼类,帮助身体对抗疾病。 九,乳剂乳剂中最重要的化合物,水飞剂素不仅可解毒,治疗肝损伤,改善肾功能,还能帮助减轻全身的炎症和改善皮肤健康。 石姜黄姜黄在印度和东南亚非常受欢迎。 它不仅美味,对于治疗健康问题也十分有帮助。 姜黄含有姜黄素,是一种可用于治疗牛皮选和关节炎的天然抗发炎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